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第二节我们提到 在整个太阳系里面 地球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就是它能够贡献到一些绿色 在我们这个太阳系里面 而这个绿色很特别的 就是它是一个生命的证据 正是因为有一个生命的表征 它在一个这么大范围里蔓延 最后能够影响到我们整个地球 在整个太阳系里面表现出来的颜色 所以这里不得不概探 那种生命科学和过程的奇妙 在这一节正正想说回 在最近一个我认为很重大的发现 如果大家看回画面上的新闻 其实结果甚至发布在自然期刊 究竟这个发现是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 就是看一看标题 他就说 他就说 科学家刚刚就发现了一个 有是17.5亿年前的一个化石的证据 就是和生命起源有关 那么今次这个证据里面具体是什么呢 其实你看到画面上 这些黑白色的证据里面 一堆这些证据 其实就是一堆叫做 一种叫做蓝绿菌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是一种 可以直接是组类 总之就是一种 会是表现到蓝绿色的 一些这样的细菌 为什么能够表现到蓝绿色呢 就是因为它本身是有能力 去进行光合作用的 那么我们也相信 其实这些从水里引育出来 这些初代会进行光合作用的生命 它对于之后 整个地球的生态 那个演化 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在这个之前 有这样的进行光合作用生命体之前 你可以想象到 应该就没有其他进行光合作用的生命体 因为它们是第一批 对不对 就是说地球本身也不会是绿色的了 就是在绿地上不会有直辟的了 就是说你从那时候的太空看上去 地球不会是有绿色给你看到的 而真真正正最后 赋予到地球上有一块 会出来给到绿色呢 你一定要说回 就是整个光合作用生命的演化的起源 现在我们追到的 暂时最早的证据 都是说大约是20亿年前 就是以地球这个年龄 是45亿岁来计算 大约就是在中间 由最初形成到 我们现在中间的那一半的时间里面 就是有这个光合作用出现 而且也相信在差不多一刻 我们从其他地质研究的证据来看到 就是地球的大气成分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是在这里 你会发觉原来 了解这个光合作用的历史 它的考古和生化研究 你是完全不意考究整个地球的历史 就是地球为什么会有绿色给你看到 以及它们是什么时候出现 最后它们如何将整个大气的成分改变 令到将以往后的生命演化轨迹完全扭转 你会发觉就是在这个光合作用的生命里面 你会发觉就是非常丰富的答案 所以为什么找到17.5亿年前 这些蓝绿菌 它本身留下的化石证据 是一样这么伟大的发现呢 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 因为它在整个地球生命演化过程里面 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了 这个化石本身在哪里找到呢 就是它说在北澳洲那里 其实如果熟地质 尤其是微生物研究的朋友 和化石的朋友 你会发觉在西澳洲和北澳洲 就非常多这些远古的化石的运藏 其实因为越旧的东西 它应该是埋得在越底的 但是因为在地壳板块的运动关系 就令到有时会将在很底的东西 就插上来 在西澳洲和北澳洲 往往就非常之多的微生物化石 即是一些 不是说看到后来很大型生物的化石 很大型生物的化石 因为它比较迟迟出现 所以反而它的年份没有那么高 但是在西澳洲和北澳洲的地方 它的地质是对应一些更加远时期的 远到原来是说 20亿甚至20几亿年前 那些这样的地层 譬如去到加拿大北部 可以找到一些更加远 甚至我们认为是 基本上第一代的地壳 那些石头 都可以找到 确认的方法 我们以前有提及过 原来要用到有元素的定连方法 不是用碳元素的碳14丁连 那么简单 那就是题外画 现在在北澳洲的海岸 发现到的化石 对应就是17.5亿年前的化石 那里面会看到很多一粒二粒的东西 我们相信 其实就是以我们对于微生物学的形式 就是这个形式 就知道应该就是 这些属于蓝绿菌 流下来的化石 而这个化石 它拿出来的那一粒 你这样用难看不清楚 它原来是要用到 这个电子显微镜 这些叫做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就是 直接就是 你要用量子效应来透视它 你用到电子来看它 看到这些化石 原来有些很独特的结构 而这些结构是和我们认识的 细菌的结构相似 而且不仅仰似 在大小也是合理 所以整件事我们就有理由去相信 这一件事其实是一个生命的证据 它不是一些生命 自己留下来的生存代症物 而这个应该就是 那个菌自己本身留下来的证据 而更加厉害的就是 你将它里面每粒菌 看得再仔细一点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更微小的结构 其实是这样的 找到这些细菌 这些会进行光合作用细菌 其实我们也找到一些 不仅是17.5亿年前的 找到一些20亿年前的 也有 但是这次发现更加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 化石样本里面 找到它里面那粒菌的 一些更加仔细的结构 从而令我们确认到 它原来真的是那种菌 而且它会进行光合作用 那这里就要跳到这里 看一看 那由其中一些样本里 你会看到有一些结构 老实实 我自己本身都不是熟悉 看这些图的人 但是专家确认 就是说由这个图那里 它们可以找到一些更加仔细的 是这个 叫Sinobacterium 一些可能也是有份 变成蓝绿组 这些蓝绿菌 它本身里面的结构 就能够熟悉这些微生物的人 就能够确认出来 其中一件事 在这里有个串的字 是很小的 不是那么容易看 但是在一个文章里面 是会提到的 就是一个叫类狼体的结构 那这里要以我有限的知识 介绍一些这些细菌的结构 除了有它自己的遗传 DNA资讯在里面 以及有一些外面的外壳 包围着 去保护着这些基因资讯之外 因为它本身是有能力进行光合作用 那你就要问 它进行光合作用的地方是什么 那些物质在哪 原来它对于这种菌 它有一个很独特的特征 其他菌没有的 就是它有一个位置 专用来处于这些叶绿素 而那个处于叶绿素的单元 就叫做类狼体的一件这样的东西 类就是分类的类 狼就是那个錦狼的狼 其实就是一批包装好的东西 而里面就是有叶绿素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它有能力 有叶绿素的光合作用 新层代謝 将它的物质和外面交换 于是乎也供给到 这个细菌去有能量 有食物 是由光和二氧化碳 那里来的 很有趣 这东西就自己携带着 一种植物的基本单元 一种生命形式 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在化石里面 证据找到这样的结构 是和我们现在认识的 这些蓝绿菌的结构相似的 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就是说 这个真真正正就是说 不单止在形状上 而且在里面的结构上 都是我们认识一些 现在都会见到 会进行光合作用的 这些初代生命 故事就未完 现在我们找到 这件事 我们就可以将 它成为了一件 就是 我们将整个记录 推前了 以前我们不是很清楚 具体这些光合作用 什么时候开始的 植物本身有这么多细胞 在这里进行光合作用 已经是复杂的了 一些比起植物更加简单 会进行光合作用的生命单元 其实就是说 这些蓝绿菌 而这些蓝绿菌 就会是比我们见到的植物 是更加早在地球上 出现的生命形式 它们应该就是 最早最早 进行光合作用的生命体 在它们的同时 或者它们的之前 是 不会有其他 进行光合作用的东西 但是会有其他的生命形式 例如说 我们也会想的 由海底生命的结果 那里是没有光的 所以那里是 不会有一个客观条件 是引辱到进行光合作用的生命体 但是那里一样 有很多其他的生命形式 它们就不是 不是透过去用氧 和结合其他的 其他的营养元素 来产生能量的 它们是会吃氢 吃甲丸 这个应该就是最早的生命形式 而这个生命形式 应该在很长时间的时候 在地球上是非常广泛的 直至到你 孕育到这些蓝绿菌 这些生命体的时候 在地面上 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它们不停繁殖 不受制约 没有其他天敌 它也不会跟其他生命体去争食 因为它们自己另辟了一个途径 来产生自己的食物 自吸自足 就是透过光合作用 所以它们一下子 就可以有权蔓延很快 那当然 不单止在海面水面 一路去最后 就可以靠岸 去变成一些 可能在 靠岸的一些台线类的东西 一路就越来越复杂 变成一些可能在陆地上 可以生根 找到地 变成一些其他植物的生命形式 以光合作用来 去获取食物的生命形式 那就是一路这样蔓延出去 而最厉害的同时 就是说 透过这个光合作用 因为它是会消耗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当时来说 对于它们这些蓝绿菌 一点都不缺 整个大气就有很多 OK 它们拿了光 拿了二氧化碳 制造食物 同时放出氧气 所以也都是 拜这些蓝绿菌 去那种群体的力量 和非常之长时间的影响所致 就是我们看到 整个大气的成分 是变换了 其实有了它们 就铺战了以后 包括我们在内的 这些生命形式 就可以在这里出现 所以我会觉得 研究这些蓝绿菌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 是在这里 其实还有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细节未说 就是说 现在以我们其他的地质研究所知 整个大气的成分 转换时间 应该出现在24亿年前 现在的化石 大约是17至20亿年前 就是说 如果要合理解释整个故事 如果我们找到一些 大约是24亿年前 或者甚至乎再早些 可能是26亿 这些更早前的蓝绿菌 这些进行光合作用 这些生命体的化石 甚至乎可以看到 他们的累积愈来愈多 那我们就真的可以完全验证到 就是靠这些蓝绿菌 来更换整个大气成分 就是我们对于 整个大气历史的考古认识 如何受到生命的影响 我们就真的有个圆满的解释 现在我觉得 我们的 距离解答这个答案 就越来越近了 因为我们相信 应该是24亿年前 就出现了大气成分的大转换 现在我们的化石证据 已经推到20亿年前 我们找到20亿年前 进行光合作用生命体的化石 在这里很期待 会不会进一步 将来再有一些其他的化石证据 帮我们去进一步 验证一下 这个生命体去形成呢 究竟 甚至乎 进行光合作用的东西 如何由地球到陆地 或者在当时一个时期 同时有大量的 不进行光合作用的生命体 和这些进行光合作用的生命体 他们有没有互动 按照看不到有什么很大的竞争 但他们有没有什么互动 和共生在一起 这个也可以完全推敲到 帮我们了解到 整个地球的生命 和地质的历史 在这里你会发觉 先有地球移居的条件 有了液态水 造就了生命的可能 而且生命的形式 不仅仅是一样 有海洋有陆地 它能够见到太阳的时候 甚至乎可以影响整个大气的成分 最后甚至乎影响了整个地球的地表面貌 所以大家有没有兴趣去看 这些生命科学的东西 你会发觉 和整个自然界的历史 你会发觉是环环相扣 所以这个我也觉得 为何这么引人入胜的原因 也有巧巧在这个星期出现 也呼应了我们先前一两节 去讲的题目 刚才提到的字眼 和一些地质科学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下一节 我也找到一个 和地质科学有关的题目 来和大家介绍 而它的结果 也是解答了一个 在地质学里面 原来有百多二百年 一直未解清楚的问题 我们这一节 就介绍蓝绿菌 它的化石来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 讲一些和地质相关的题目